嗨 這裡要不來 我們上課張 我們來看一下千雙電池 來 千雙電池的組裝物特表 他的陽體是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千雙 二氧化 二氧化 哪有千雙電池 喔 好像他有村人 他 對 他的 英雞是什麼 英雞是 英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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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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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雞是 九三千 六三千 對不對 我問什麼 沒有 這哪裡啊 第34頁吧 那千 你說這次要什麼字啊 哪裡 千什麼的 千蓄電池 那是蓄啊 那是蓄的蓄啊 好 那 我們要千 蓄電池 蓄電池的意思就是它可以存電 那是哪個電池不能存電 一次蓄電池 一次電池不能存電嗎 一次電池本來就有電啊 它也可以有電啊 所以簡單來講 我們講蓄電池的意思是說 通子二次電池啊 就是可以再充電的意思 可以再充電的意思 可是剛剛哥講都可以再充電 簡單對 但是就設計上來講 一般的一次電池不讓你再充電 因為它的結構比較簡單 它危險性的問題 但是事實上 所有電池都可以讓 二次電池 好 那千雙電池 又叫千蓄電池 事實上 有要千雙電池 主要是因為 它整個結構裡面 你可以看得到 不管是陰極 陽極 還有它的電解值 都有千 都有千 所以它以千為主的電池 讓它容易裡面 有一點點酸性 再切一段電池 這樣它就像加硫酸也可以 因為它有時候會把這個 鉛給容易出來 它還是硫酸 在裡面它是硫酸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 放電 它的電池反應 在三十四頁裡面它寫它的 反應是這樣 PB 加上 PB O 2 加上 2H2 SO4 變成什麼 2 2 B SO4 加上 2H2 好 簡單來講 它只有加硫酸進去 它反而只有水 加上一點點的硫酸 它就可以做這個反應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跟它怎麼反應 這邊它是跟它怎麼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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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反應 它是二融化鉛馬 正電子板 是負電板 所以正電板是怎麼樣 它是解離 要到電子對不對 負電板是放出電子 好 那我們去看一下負電板 PB 放出電子會變什麼 PB 2 剩 加上 兩個電子 是不是這樣 好 兩個電子給到 PB 我們來看 PB O2 這兩個電子會變成什麼 PB 簡單來講這個東西 你可以想像 這個東西可以想像 它就是 什麼 切 PB1 PBO2 PB PBO2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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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東西會變得很捨 因為它有兩個負墊 然後它進去之後呢 它會把鉛給還原回來 PV會回來 然後呢有些PV它會進到 比如說在裡面去PVSO4 然後氫呢 氫會變成氧變成水 H2O 我們可以看到裡面很平衡 這樣沒有平衡對不對 左邊那個PVSO4加2 這邊加2 這邊加2對不對 這邊2 這樣有平衡嗎 那邊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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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也不用加2 水嗎 水要2 我們要看一下 那個PVSO2加2 這邊2個 PVSO2 PVSO2 好像不用了 不用了 一定要加 H5 SO4 這邊要2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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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2個對不對 都要2個就不用了 對 如果你這邊再加2個 那你的鉛就不夠了 都要2個 是不是都要2個 嗯 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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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邊那個PVSO2 O2加3 對 PVSO2加3個 應該是3個 3個 可是我這邊還沒有 這邊的電子不見了 是讓它變成 硫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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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它會給 它會給 SO4 BVSO2 不能加3個 我們先把硫酸 先解零好了 硫酸是可以解零 硫酸是H0 這2個 加上 SO4 負1個 我現在都買平衡 我現在都買平衡 現在在寫什麼 我現在在寫 他那個反應 就是另外一邊 你看 我這邊是拿了電子 我電子進來了 電子給他 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電子給他的時候 事實上應該就有他 他被反應 他就被 他被反應 他被反應 他被反應是什麼 頂上 頂上 那個 事實上在這邊 他可以反應什麼 他上次把癢放過去 他上次把癢放過去 你想 簡單來講 是這樣 癢是不是可以代表你正面 帶兩個負電穩定 所以他應該是加上兩個鏢子之後 他變成什麼 他變成千 跟O2負 對不對 可是O2負的話 這樣那麼平衡 要兩個 所以這邊要四個 四個 這樣就平衡了 這麼平衡 先一個 對不對 四個鏢子進來了 給兩個鏢子 各帶兩個出鏢子 這是平衡的 對不對 那如果說我要把它加在一起的話 我把它加在一起 加一環這邊有四個鏢子 這邊兩個鏢子 所以我把它成兩倍 兩倍 兩倍 加上四倍 四倍的鏢子 所以把它加起來都鏢子 變成一倍 對不對 變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這球 兩倍的PV 加上PV PV O2 會生成什麼 這邊有PV 加上PV2 這裡 還有什麼 兩個O負 2負 對不對 PV PV 在這裡 2PV 2正 在這裡 這邊兩倍 對不對 2O負 在這裡 好 那你會說 那這一個 跟這個不一樣 是不一樣 對 還缺什麼 還缺個輕的解疑 柳酸的解疑 柳酸呢 看啊 油泡在水泥會變成 油酸 H2 SO4 在水泥會變成 H2 H正 兩個 加上 SO4 負 那我們再把它加上去看 H2 SO4 H正 兩個 加上 SO4 負 你看 這邊有H正 跟這個O2 是不是會在一起 有 那這有兩個 這應該有四個心碎 就變兩倍 這變四倍 這邊兩個 這個 是不是跟它變成水的 有沒有 這個輕離子啊 是不是跟氧離子變成水 然後 這邊 鉛 鉛 就跟硫酸 跟在一起 就變硫酸鉛 那實際上硫酸鉛在液體裡面 它是離子狀態 它不會回來 但是水會跟氧氣 氧二腹會跟氫離子會結合成水 所以它生成水 所以在粉裡面加在一起的話 會變 兩倍的鉛 加上二氧化鉛 加上兩倍的硫酸 會反映成鉛 加上水 加上硫酸鉛 OK 那這個四個氫症 加上兩個O負 會變成什麼 變成兩個水 是不是這樣子 這樣子有輕盒來說 就是它跟上面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這邊鉛在這裡 它只是這裡一個鉛 你看這邊是兩個鉛 這邊是一個鉛 對 所以我剛剛就說 都加兩個 左邊它都加兩個 OKOK 這個意思 它只是插在這裡 因為 這個綠色的是淨反應 淨反應的意思是說 我 我的結果 是全部的結果 全部的結果 可是我這邊所寫的 是 這邊是放入鏈子 所以是陰極的反應 這邊得到鏈子 是陽極的反應 這邊是水裡面的反應 我把三個反應 分開寫 分開寫之後 你剛好合成之後 會變淨反應嗎 剛剛知道為什麼 好 那剪掉我們再看一次 來 下一下 來 鉛 在這邊 鉛會放入鏈子 好 所以鉛是負極 或叫陰極 它放入鏈子 那放入鏈子 鉛是變成鉛禮子 就流出來了 所以在這邊 這個鉛棒 這個鉛棒會越來越細 會越來越細 對不對 那鉛禮子跑去哪裡 PV二負跑去哪裡 跑去哪裡 你看它跟液體裡面 液體裡面 它跟硫酸根在一起 變成硫酸鉛 容易一樣 那現在都在水 這個液體裡面 就是一種 硫酸根的離子 跟鉛離子的混合物 好了 那這電子 跑到這邊了 它跟二氧化鉛在一起的時候 會怎麼樣 它把電子給你 把氧丟出去 所以這邊會怎麼樣 它會從二氧化鉛 還原成鉛 對不對 一旦表面跟水接觸 這個地方會開始 丟出氧氣 氧離子 丟出氧離子 可是這氧離子丟出來 馬上就在誰反應 馬上就水裡面的 新離子反應 變成水 那這表面的 二氧化鉛 會不會變成什麼 會不會變成什麼 二氧化鉛的氧 丟出去了 會變什麼 二氧化鉛 二氧化鉛的氧被丟出去了 被講述 這樣 現在鉛而已 所以它表面 表面的鉛 因為它有 氧化鉛不反應 是還原成鉛 它還原成鉛 它表面的還原成鉛 它還原成鉛 它還原成鉛 整個表面都成鉛的時候 這個電子就不反應了 就這樣電沒有了 沒有電 那這怎麼辦 就要給電逆反應 就要逆反應回來 逆反應回來 就說我把電子帶拿著 把電拿著 都先又解決出去了 先又解決出去了 所以它就開始還原 那還原 就還原成有電的樣子 所以就鉛酸電池 我們目前來講 很常用 而且很普遍的 一種二氧電池 用的量非常大 那鉛酸電池 其實目前來講 幾乎是所有的 車輛都有鉛酸電池 為什麼它不用在電動車上 我們電動車 現在都不用 不用鉛酸電池 電動車的電粉 所以我們 一個是很重 因為鉛粉很重 另外一個原因 是因為 它的電流量很小 它電流量其實很大 但是相對我們 一般的電動車 所需要的電流量 還是不夠大 所以現在一般的電動車用的是 比較好的是 鋁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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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目前來講 比較好的是鋁電池 鋁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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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不同的電池 那像電池 電池是一個很大的學問 目前來講 很多人在做 那我當高科科的就是用 短短的兩三節課 就把它講完了 一個概念 就是概念上是這樣 它的反應是 所以為什麼鋁電池 鋁電池好 你看 它都用同種物質 所以可以解離 可以還原解離還原解離還原解離還原 它都在一起作業 它都在一起 久而久這也是因為表面被破壞了 破壞到它不能在反應問題的時候 這電池死掉 所以鋁電池可以用2年左右 車子的電池來量 不要換電池 那就是它有沒有記憶效應 一般來講 鋁電池有記憶效應 它就是 你看車子在啟動的時候 它同時在耗電 同時在充電 它是一直在進行 所以它可以隨時充電 也可以隨時來用 把它耗掉 所以它是一直在進行 它不會 我們講的剛剛那個 鋁電池有那麼強的記憶效應 對於沒有 好 這是電池的部分 好 接下來就進到那個 電流化碟效應 電池水 其實電池水 簡單來講 這個東西是我們 我們剛才已經講到一些 我們再想一下 我們再想一下 一般來講 水 水不是 如果純水的話 它的解離性很低 就是我們剛才講 在鋁電池 你可以看到 氫離子跟氧離子在一起的時候 它就會很快變成水 總快變成水 總快變成水 那事實上水本身 水本身 它在水裡面 它的經常性會解離成 H正加上OH負 那為什麼你不說 為什麼是O2負 因為O2負 它很容易就跟一個氫在一起 它就會帶敷電 它不要這樣移動 暴露存在 這個叫做酸根 你在學酸點鹽的時候 學過沒有 這叫酸根 這叫什麼 這叫酸根 這叫酸根的話 這叫什麼 剪根 剪根 這叫剪根 有根 你看到N-A-OH 這叫氫氧化鈉 這鹼 強鹼 所以你通常都要看到OH 代頭的 就是鹼 鹼性的物質 像 OH帶頭 那它叫什麼是OH帶頭 就OH 有一關是有OH的 通常是鹼根 就是它可以變成鹼的東西 那如果是有H 像我們剛剛講 HCL 這H很容易出來 H2 SO4 H很容易出來 或者是HNO3 然後這H很容易出來 或者是HCO3 這H很容易跑出來的話 應該是HCO3 好 這氫很容易出來的 這就是酸根 這就是酸根 酸根 酸根跑出來 酸根 等等 H而已 H 那這也會留下來 這會留下來 這留下來 這是一個離子 這是一個離子團 油酸根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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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不是酸根 我們看是講錯了 這才叫酸根 那這 這是代表酸性物質 這是鹼性物質 酸根指的應該是這一塊 這一塊酸根 喝喝 這是酸性物質 我們在說 這個水裡面是有酸的成分的話 就看那個多跟啥 所以OH4也不是鹼 也不是鹼 或者叫酸基 酸基 酸基 基礎 那叫鹼基 基礎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東西 它代表酸性物質 或酸性物質 那水很特別 是水本身就可以有酸 又有鹼 所以我們之前的坦貴的事情是 假設的是 NAOH- 加上HCL 酸 我綜合白之後 會這個 NACL 鹼 加上H多 你可以看到這個 鹼 跟這個酸 就合成一個水 就合成出來水 所以水簡單來就是 它同時具有酸的性質 又有鹼性質 但是事實上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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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弱 非常微弱 在水裡面呢 正常的水 它會解離出來的那個M值是多少 等於10的負7次發 M 什麼意思 每一公升裡面呢 它可以解離出 氫離子 10的負7次發 墨 這樣有概念嗎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好 氫離墨幾克 一克 一克對不對 那10的負7次發 就是0.0000001克 的氫離子 每一公升裡面的水 你可以找到0.0000001克的氫離子 OK 那你可以找到0.0000001克的氫離子 氫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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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非常非常少 那這個狀況呢 叫做中性 那這個負7很特別 這負7代表了 ph值7 ph值7的意思 差不多中性 差不多中性 好了 那ph值6什麼意思 ph值6 如果是6 稍微酸一點 所以代表什麼 代表這裡面的氫離子濃度 中長 10的負6次發M 10的負6次發M 跟10的負6次發M 差幾倍 1 差10倍 10倍 所以ph值6 多1 它一定的酸性物質多幾倍 多10倍 所以假如ph值1的時候 它是中性物質的酸性物質多幾倍 10的60倍 它是100萬倍 有概念嗎 有 有沒有概念 沒有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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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溫度水 好 給你鎮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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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盡用 因為這邊用到一些 化學的一些 卵差 化學的基礎 真的 我常常跟你講一件很現實 所以你說PV是什麼 PV是簽 PV是簽 好 那個 這東西是這樣的 就是說 我現在講的是中文 我現在寫下來 是把所有中文 用 因為中文造的 不是講到的 所以你一定要去轉換 所以你要做筆記 當我講簽的時候 我講二氧化簽 我寫PVO2 我講二氧化簽 你現在腦袋就 喔 這是二氧化簽 所以PV是簽 要做筆記 你這樣才擠得起來 我都要講了 大半節課之後 回過台後 PV是什麼時候 那我就會卷 那剛剛我在講的 你沒有疑問嗎 不知道我先走 我先破課 因為就是要 常做筆記 要把它記起來 把它記起來 學育單為什麼 有一面留白 就是要給你寫筆記用的 我給你記錄下來 好不好 因為你自己 學育單 假如要留著 如果你要參考用的時候 這個學育單 有些觀念 有一些留白 你自己做筆記 它就會相當的 有用盒 那SO4 SO4 SO4是酸 是硫酸還是更好 SO4 S是硫酸 通常非金屬 跟氧化物 在跟水碰在一起 就變酸 非金屬的氧化物 跟水碰在一起 就變 硫酸 那如果是這個部分的話 就這樣硫酸 我 跟牛川風 差一個水碰 跟 跟是 跟 好 所以 所以呢 有一個水 我現在有一個水 有一個水 我現在要放到電擊 所以 要放到電擊 誰 紅跟寶寶 紅跟寶寶 紅連寶 喔來了 主張 同學 沒有那個以前的同學 我再放那個電池 在不帶正電就不帶負電 你要做什麼 我不是說這個學生 我的學生 我的學生 我再放正電就不帶負電 正電就用負電 誰留住負電子 負電 負電就用負電子 負電子有負電 所以正電是要把電子給帶走 問一下是水 我的電子流進來 水會跟他弄來幾個 清對不對 是不是清 因為 水裡面你可以加看 水可以分解成 清正 加上O負 各負 那我的負電 是不是會跟電子接 因為 正電 我正電就是跑過來 跟我的電子接受 接受完之後 跑出什麼 清晰的 那同樣的 我這邊手也跑過來 帶負電的 帶負電會把電子丟出去 所以我兩隻跑過來 所以這叫做電解 這叫電解 但這種電解方式通常很難實行 如果是純嘴的時候 純嘴的話 因為它裡面的青離子跟 青離子跟氧泥都很少 所以通常的做法 你會用什麼 會加上一點點的酸進去 又加上一點點的酸 怎麼會很少 為什麼會很少 因為它只有10個負氣四方 負氣四方 可以嗎 負氣四方 負氣四方應該很小 很少 所以相對來講很少 不是純嘴的時候 假如我現在放在一些 我現在放的是酸液 是放H2 HSO4 H2SO4 那裡面為什麼 會有SO4 對不對 帶二負 然後這邊有H正 兩個 所以裡面來講的話 我的青比較多了 青很容易就得到這個電子 有一點青就跑掉了 青跑掉的時候 這水裡面帶什麼電 負電 青 跑掉了 它應該帶負電吧 喔 青跑掉了 對不對 電其實是補充嘛 青跑掉了 青跑掉的時候它裡面帶負電 帶負電 就很容易 因為水是X2O 它這個負就很容易把這個水再減掉 它可以想說水再減 這個 SO4 就很容易在 SO4 二負 它就很容易 它是個比較大團的一個離子 它就很容易強迫 隨便的 隨便的青跑出來 隨便的青跑出來 隨便的青跑出來的時候 它帶負電了 帶負電的時候 它就很容易就負電出去 所以它只是 你加上電電子的概念 只是讓這個隨便的帶電力多一點 讓它有點不平衡 所以我的電子比較容易有進去 我電子比較容易流進去跟流出來 就這個目的而已 所以一般來講 電解的時候 會需要加上一點點電解值 我已經有眼淚 我流眼淚 好 所以大概這樣子 所以你們也可以做一下電解水的實驗 有空的話可以做一下 這電解水的實驗就還蠻簡單的 反正就是裝電池起來之後 就可以加上電 把這個 上次 上次 這個部分 自己也做過了 對不對 電解水啊 我們那時候不是要燒那個青 對 它這樣我們不是也做過嗎 我們不是拿那個爐酸 這樣 紅紅的鐵片嗎 你用電解了吧 喔 電解有剩過的地方嗎 不是不是 那應該你們都做過啊 我們不是在這邊用兩個鉛筆心 就餅兒沒做過而已啊 現在都做過啊 我們用兩個鉛筆心 然後去加電之後 它就泡泡嘛 對啊 你站在那邊 站在那邊的時候 在那邊的時候做 有沒有 電解水都做過了啊 對啊 OK 我們今天在你家室在哪裡 在水里的教室嗎 在水里的教室在哪裡 在水里的教室在哪裡 日齁 喔 對齁 你是傳過水爐等的意思這樣 錢坤貸的東西 我還覺得我還留給你一次性 她現在的基本根源是 網站